哎 这里打车不方便 我送你医生吧 我已经安全上车了 放心吧 嗯 知道你安全上车了 时时定位开吓 他有难的用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师傅 你这开豪车跑 纯纯体验生活 我也是第一次开 谢谢你送我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小问题 不过饭可以吃吃好 林荣 那个盆栓看起来挺好吃的 是吗 老板 客户行车市价怎么样 就请我吃这个 果然人的本质就是这个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老板加两手牛油一份小龙虾 老板买单 这个帅哥已经买过单了 哪有让女生买他的道理 我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一顿烧烤 我还是请了你的 他是唯一一个不图我钱的人 哥 他如果他知道你吃个饭 我会对你的气喊 今天我带他去吃路边摊 他没有神气哦 要不再关车下 我有办法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的门好像问题关了 你别急我送你回去 哥子 你住这啊 对啊 你会不会嫌弃啊 怎么可能 我就是一修车的 只是你男朋友让你住这么不安静的地方 男朋友 对啊 你说的不会是小陪伴语音里的小哥哥吧 软件啊 对啊 我以前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在上面找人聊天 晚上一个人走着段路害怕的时候 都是上面的小哥哥朋友 说起来啊 小陪伴语音APP 都陪伴我大半年了 刚好现在是他一周年庆 9月19号到28号 出了视频左下方链接 进入小陪伴 就可以领到红包语了 还可以领报音券 可以点喜欢的小哥哥诗音 既然你没男朋友的话 以后由我来保护你 你可以办来和我合作 虽然我房子不大 但是娱乐比这里安全 而且我剩两次 不错他经受住口语 有他没人你我就放心了 给我安排一个小库房 环境差异的带楼梯的那种 是吧 那我们就看他的感应 如果他这都不景气 那说明真的不错 兄弟 谢谢了 玉昂车主来进车了 好 你怎么在这 这车是你的 选择 我енно 以后还是给你来看 我 你 anne